都说爱情有七年之痒,而蔡嘉玲和26年初恋老婆至今仍幸福地让人频频称谢。 蔡嘉玲出道前当过吊车工人,抱心酸过往,她不舍母亲读扛家计,从小学开始打工分担。 幸得苦尽甘来,成名也不忘陪伴26年的妻子,薪水全数上缴,如今老婆秘密结扎两年,竟自抱第三胎是意外。 蔡嘉玲原定去年7月24日迎来首场歌唱,顾及疫情严峻,宣布爱情幸福公益演唱会延期。 她致歉说,最重要的是给粉丝一个健康干净,不受感染的安全环境,让大家能无后顾之忧地欣赏演唱会,因而决定延期。 白冰冰称赞蔡嘉玲,是新生代的本土一哥,心疼表示出道11年才开唱太慢了,可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。 她跟团队顾及长辈们的健康,讨论后决定延期举行,希望这段期间疫情能降温趋缓,让粉丝们都能在健康安全的环境开心欣赏演出。 蔡嘉玲在防疫期间足不出户,化身主妇为劳家人,自己也胖了三公斤,同时趁空整理衣柜,还在线直播一卖过往的秀服与造型服,已成功售出30件衣服。 她开心地说,起初害怕男生衣服乏人问津,但几乎都是婆妈粉丝抢购,很感谢粉丝共襄盛举,所得会捐给苏澳东之阳爱心基金会,帮助失衣的老人家。 而她每回直播都会准备不同主题的演出歌单,让粉丝听得过瘾,蔡嘉玲表示,希望彼此鼓励打气,一起度过这个难关。 除了演唱会二度延期,蔡嘉玲的副业经营状况也不是很好,她在罗东开设的米家庄餐厅因疫情改为每周营业周末两天,并只提供外带,初步估计收支打平,且以做好赔钱的心理准备。 她说,想到母亲丁明说要把握,珍惜当下,处于非常时期,感谢员工们供体时间,自己咬牙也要硬撑下去。 在感情方面,私下的蔡嘉玲也是个深情的好老公,不仅和相恋二十多年的初恋步入礼堂,还育有两个可爱的儿子,一家人幸福圆满,她也常常在脸书分享儿子的萌照。 当初蔡嘉玲以歌唱节目《明日之星》比赛出道,因缘忌讳下演出大时代,这也是她首部戏剧作品,没想到受到评审肯定,一举入围金钟奖最佳新人奖,向外界证明了她演戏的潜力。 当时老婆还开心地送上价值265万的名车做犒赏。 而谈起蔡嘉玲的老婆,两人是初恋,从高中交往到结婚将近24年,她印象中做过最浪漫的事情,就是写下《男人啊》这首歌送给老婆。 回想起写歌灵感,蔡嘉玲幸福地说,回家看着太太抱儿子看电视,那画面让我很有家的感觉。 和老婆认识这么久,夫妻俩其实也不忌讳,聊过离婚话题,因为她在生活上很依赖另一半,不敢想象我如果跟你离婚,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而被问到老婆会不会担心蔡嘉玲假戏真做? 她则相当有信心,她的行程老婆都了如指掌,根本无需担心,她还搞笑自嘲,我长这样怎么可能,又不是帅哥型。 她透露,自己所有酬劳,全给老婆保管,平常没有信用卡,身上只会放几千块现金。 如果哪天离婚了,她还不知道该怎么办,所以,应该是上辈子欠她的吧。 蔡嘉玲夫妻俩目前育有两个儿子,但未来没有生第三胎的打算,她也相当坦白地说,老婆不想再生了。 因此,就算自己还想有个女儿,仍完全尊重老婆的意愿,意外爆料老婆在生完第二胎后,已结扎。 蔡嘉玲说,两年前二宝出生后,老婆就去结扎,如果有第三胎,一定是意外。 一指,若有第三胎,一定不是在老婆的肚子里,但她又紧急解释,我是老实人,不会去外面偷吃了。 她始终让太太安心的秘诀,就是做什么都会事先和老婆报备。 虽然蔡嘉玲如今事业和生活都不错,但其实她一路走来也很不容易。 如今荣耀的成就,是蔡嘉玲付出了好大的代价才换来的。 她曾在受访时,倾土出道前的心酸过往,当过吊车,搬铁门工人的经历,让不少粉丝为之心疼。 蔡嘉玲坦言,之所以会出道,是因为还在当工人时,非常喜欢唱歌,常常在家里自己录音,玩音乐,朋友自作主张帮她报名比赛。 她也很意外,误打误撞,站上了梦寐以求的舞台上唱歌。 不过蔡嘉玲也表示,过去常年当司机,搬重物的工作,让她深受职业伤害,除了当吊车司机,还扛过铁门。 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,出道后有次挑战舞蹈竞技,因为身体驼背非常严重,常常一个舞蹈动作就要练三天,比别人多一倍的时间,不但速度跟不上,还会忘动作。 那时就会觉得自己体态糟,舞蹈糟,甚至一度对自己没有自信。 幸好,黄天不负有心人,蔡嘉玲不仅因为努力练舞矫正姿势,让她的身体状态好了许多,还靠着演技入围巾中。 帮自己演艺路,开了另一扇大窗,一起得知入围喜讯的心情,蔡嘉玲不禁兴奋高呼,真的是熬出来了。 满满的成就感也让她爱上演戏,还不忘期许要把握所有机会,希望未来能继续朝戏剧圈发展。 除了妻子和粉丝的关心,蔡嘉玲一路走来,也离不开妈妈和哥哥的支持。 向来和家人感情紧密的蔡嘉玲,尤其和妈妈感情要好。 小时候在瑞芳出生,因为爸爸的工作关系搬到台中,她透露爸爸在我的印象中是个认真的总铺师,然而由于爸爸工作不稳定加上身体不好,妈妈必须常常在外打工,背负整个家中的经济重债。 虽然家中经济困顿,但是妈妈还是非常疼爱她,她笑说因为我在家里最小,常常黏在妈妈身边,母子俩从小无话不说,感情很要好。 从小就很懂事的蔡嘉玲,在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打工帮忙分担佳绩,一直到高三。 那时候她把赚来的钱给妈妈,从小看妈妈辛苦工作,还要照顾我们,我告诉自己,长大以后一定要赚钱让妈妈过上好的生活。 她回忆小时候,妈妈总是一边听广播一边工作,蔡嘉玲也不自觉跟着广播的音乐哼哼唱唱,而妈妈也在无意间发现她喜欢唱歌,就帮她报名了生平第一个歌唱比赛。 而蔡嘉玲也没有让妈妈失望,还为妈妈赢得一台她最想要的轰碗机。 蔡嘉玲笑说,因为知道妈妈喜欢听她唱歌,所以每当她唱歌,妈妈脸上就会出现笑容。 而参加过许多小型比赛的她,也这样慢慢比到上了明日之星的舞台。 这也正是她当年选秀出道的节目,一起比赛长达九个月,有低潮也有失落。 但妈妈总是不断鼓励她,也成为她背后最强大的后盾,如今她已在歌坛闯出一片天。 也让蔡嘉玲的妈妈予有荣烟,出去外面大家总是会说歌星的妈妈来了。 蔡妈妈的眼睛总是会笑到眯成一条线,哥哥也十分开心。 蔡嘉玲有个大她11岁的二哥,从小因为高烧,导致中毒之障,只能坐着轮椅。 我们兄弟感情超好,从小就打成一片,哥哥洗澡,吃饭到上厕所,都是我帮忙照顾的。 我八岁起,就经常背着哥哥到处走。 小小的身躯,要背着一个成年男子。 蔡嘉玲回忆当年,免不了会引来同学好奇的眼神,甚至是嘲讽,但她总是会大声回,她不中,她是我哥哥了。 她也说,二哥虽然言语表达有困难,但头脑十分清晰,一直以来,我们都靠着匕首画脚来沟通。 蔡嘉玲如今在歌坛的成就,她也归功于二哥,在歌唱这条路上。 二哥陪着我一起走过犹豫彷徨,甚至当我想放弃歌唱,回头坐吊车司机,也是她坚决反对。 一位,鼓励我要坚持歌唱,二哥始终都以坚定的眼神支持着我,每每我唱新歌给她听,她总是会将手举得高高地表示鼓励支持,让她始终能继续前进。 此外,蔡嘉玲不仅对家人相当好,她也十分关注社会公益,过往也经常拜访探望老人会,监狱等等。 当她得知受疫情影响,再加上泰鲁阁交通意外事件,慈善团体募款不易,于是决定提前捐出150万照顾中部弱势团体。 她也特别抽空到中部进行公益之旅,一口气联访台中育英院,十方岂能教养院与物丰玛丽亚教养院等三个弱势团体。 善良的人总会有回报的,祝愿蔡嘉玲今后万事顺意。 感谢观看